我們現在再說的是一個車用的林寶堅尼的充電座 連車充電座 我們看看裡面究竟是怎樣 開了盒後裡面有一套套件 有些東西 不過不用怕 因為我這裡有很多產品要說 大家不要走開 這個車充套件有什麼特色呢? 它是一個車充 而車充不是普通的充電座 而是它是真真正正可以做到PD 以及Quick叉的充電座 首先我給大家看看充電座 我們看到橙色的部分 就是可以走到Quick叉3.0 以及走到PD的快叉 我們就嘗試一下 我嘗試一下做個快叉效果給大家看看 OK 我們試一下插一插給大家看看 我們現在插的線會插在橙色那邊 我們另外一邊都會插多一條線給大家看看 證實一下 一邊是快叉 一邊是正常叉 究竟有什麼分別 等一下 要找一條線出來 現在手頭上我有一條 是林寶堅尼根尼的 基本上這個林寶堅尼根尼的 插充電座的線 而我這邊是另外一條快叉線 不過是更加高級的5A線 但我們不要理會這個問題 我們首先試一試 我用一個不是快叉的port 插進去插進去插進去 會看到68%是沒有東西顯示的 但我現在用林寶堅尼的那條線 再加上快叉 看看效果會是怎樣 會看到快速充電 我們這一刻就這樣 我們可以看得出 這個是華為Fone 華為Fone OK 你總之可以使用PD 就OK的 其實華為有些是專用的CPU 是可以使用PD 我們都可以做到快叉 或者華為有些機器 是用Snapdragon CPU 都可以做到快叉 OK 我們現在試了快叉頭 但其實這一套套件 就不是只有快叉 充電頭的 其實它是一個 很固定的夾子 我們首先看看這裏有個座位 這個座位我們首先扣上去 然後上螺絲 也有一個夾扣的 因為這個座位是可以用剛才的夾扣的樣子 或者用這個Tri-Pod 夾扣也可以 而這個Tri-Pod 大家都眾所周知 這款Tri-Pod 夾扣在玻璃上 然後就鎖住了 其實這個也不是特別的 但最大的特別是我們要示範這個 這個是它原裝專用的 林寶堅尼的無線充電座的夾扣 而夾扣方面是用電來控制它 去夾住手機的 我們現在就試一下快速充電的線 OK 你有沒有那部無線的手機呢 我們在後面找到一個Type-C 插頭的 在這個位置 OK Type-C 插頭 我們就插進去之後 它就會動一動的 其實旁邊兩個銀色是有Sensitive的鍵 不用全部按下去 它是縮的 如果在有一個左的情況下 我們就試一下放一部手機進去 首先我們先打開它 接著我們放一部有無線充電的iPhone 接著我們再按多一下 下面的Port要拉低一點 它下面的支架可以拉低一點 就回無線充電的位置 我們試一下再放多一次 看到無線充電的效果 它現在正在做無線充電 上面一點是正在做無線充電的示範 而它無線充電也正在進行PD 我們先把插頭拉低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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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看一次的插頭 它下面的插頭是可以手動較上下為止的 也有一個Sensitive的按鈕 它一按下去它會把插頭拉低 和夾起來 它夾著你的手機 可以穩穩的做無線充電的 我們現在先把插頭拉低一點 在其他產品之前 我們先按推送給大家看看 在推送出現了 我們會看到有一個推送 在E道直播網扣APP裡面 看到這個推送的 大家可以用手機安裝一個APP 叫做E道直播網扣 我們在裡面就可以買到這件產品了 這件產品可以在E道直播網扣APP裡面 一直看著直播 一直按鍵買 而購買方法 大家可以用香港的Visocard Mastercard 或者香港支付寶備錢 一樣買得到 而這件產品是包運費的 寄到苦上的